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9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今天跟大家說說就是快要開關 據說有很多藍絲等了很久 預備等開關就要做生意 有很多商家 叫苦連天 香港有很多大商場 大MASA 拿著大量的物業 他們一直都期望就是開關 現在 1月8日正式就是通關 但是是不是每一個真是做生意 又或者真是做過內地人生意的人 都這麼期待著真是通關呢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有不少就是開藥房 曾經做內地客生意的店舖 對這個通關並沒有太大的期望 真的不似預期 澳門就是其中一個最佳的例子 澳門也是其中一個 非常之 依賴就是內地遊客的一個地方 澳門 依賴那些不單只是遊客 依賴的是島客 其中一個 最想盡快通關的地方就是澳門 非常之可惜 澳門也是 不似預期 通關 並沒有為他們 帶來更多的好處 反而澳門 大爆染疫 可以說得上是災難降臨 香港的情況 雖然未去通關 但是已經有很多人 對於通關一點都不看好 甚至乎是 原本做內地遊客生意的藥房 竟然也對通關不看好 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說一說這件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有更正資料 內地的朋友說他們只要有信用卡都可以訂閱Patreon 我一直以為內地是封鎖了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不論你是香港朋友還是內地朋友 經濟能力許可希望你訂閱Patreon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記得 就算訂閱了Patreon 也好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手支持 我們繼續跟大家 每一個時事盡量都說 也盡量從多一點 不同的角度 用觀點去探討 話說疫情已經持續了三年 正確來說 中共病毒 肆虐全球 肆虐了三年 再來港共政府 利用防疫作為原因 諸多限制市民的自由 想達到他們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目的 所以本來 就是針對著所謂黃絲市民 到最後 其實他們針對得最多的 變成了原本 支持政府的藍絲市民 疫情持續了三年 香港和中國內地 是完全中斷 使得上水一帶的藥房 這些 是 化妝店 也是賣藥 他們失去了大量的生意 由原本做內地生意做得高高興興 大部分 都無法撐下去了 要結業收場 接下來就快是農曆新年 索勝有藥房 賣藥 賣蓮花 雖然他說 內地和香港可能通關在職 但是 商鋪 對於 生意要復償 就是回復三年之前 不抱期望 認為 這三年 過去的 內地的運貨模式改變了 以前 就是賣水貨 有很多商戶認為水貨模式未必會再現 原來商家也透露當年看到很多內地水貨客 下來搶奶粉 原來當年 買了很多奶粉的水貨客 根本就賣不出 結果 結果 就是團積了大量的奶粉 賣不出 另一個當然很重要的原因 商家也不是傻的 不是說你中國共產黨 港共那幾個垃圾 講完之後就會信到十足 他們雖然真的覺得 藍絲是比較好欺負 黃絲就是你說甚麼 我們都一定基本上是 持這個懷疑的態度 一定是反對的 他們認為藍絲比較欺負 但是你認為藍絲比較好欺負 也不代表藍絲 真的全部是白癡 就算曾經支持政府 可以基於很多錯誤的原因 他們以為現在 就是當人傻的 是人都知道現在內地通關 不懷好意 個個都知道你根本就在乘機播毒 所以再說多次 不限制 自由 自由 由市民自己防疫 和刻意播毒 是絕對兩件事來的 而中國大陸想做的事 是徹底想播毒 很不幸地 也說了很久了 對於抽象概念 很多人 就是不知道是怎樣理解 只是把自己的 情況 當自己的情況 當成了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們再說多次 我們不贊成 用任何的公權力強制因為防疫原因去限制市民自由 換句話說 我們有權選擇 不接受 不接種疫苗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哪一個絕對正確 當然每個人的情況都不相同 你可以 反對政府疫苗通行證 但是你依然可以去打針 不是我打了針 就代表我100%支持這件事 很簡單的道理 換句話說 有很多打了疫苗的人 出於無奈的原因 例如要上班 要上學 不代表他們 贊成政府 去褫奪 普通市民的自由 其實現在內地通關 商戶也不是傻的 商戶就說 你現在這個時候搞通關 很明顯 就是 不會膽敢回大陸 而大陸下來 你也未必想做他的生意 又有新型變種 又 一班飛機 待會再說 半班都是感染的 衛健委內部文件顯示 中國內地 只是20天超過兩億人感染 如果你計算現在 恐怕 數字早就已經突破了這個數目 這種情況之下 你還跟我說 通關會復賞 當然不會啦 做生意的人已經是很多 是面對現實的了 他覺得 通關不是使 做生意的商戶 可以復賞 最令人擔心的 就是 業主立即加租 根本到最後 其實 保障了的 是業主的利益 不是真真正正做生意的人 香港 最說得是 最有錢的商家 其實嚴格來說他們不是在做生意 他們是坐擁著大量的物業 再利用 這個物業帶來的財富 再對香港進行壟斷式的控制 所以換句話說 對於真真正正可能做生意的小市民來說 哪怕 他之前真的做 內地遊客生意 做到盆盆撥滿也好 對通關其實的期望 都是相當之小 要揭露一下上水的情況 上水本來這個地方 就是水貨客重災區 集中的地方叫做新康街 那裏的藥房開到城隍城市 所以那裏也被 居民稱之為 水貨街 足足三年的疫情 結果 徹底打斷了中港的往來 因為內地要搞動態清零 當然 既然也不能夠通關 不能夠通關就不能夠帶貨 不能夠帶水貨 不能夠帶水貨 水貨客自然消失 連帶所有在附近 新康街做水貨客 的藥房 賣化妝品 兼賣藥 藥妝店 全部都是一一倒閉 看回報道 原來那裏有大量的店舖 根本就已經全部結業了 繼續 正在做生意的 也都一早已經面對現實 沒有打算過 期待要通關 換句話說 藍絲 都對港共政府死心了 謊話說得太多 來得太多了 來得太多了 港共真的一而再 再而三不斷說謊 連對他們最忠心的藍絲也不再聽他們說話了 改為用腳投票 用腳投票本來就是中國內地一個非常之 大的習慣來的 他們現在也是用腳投票 你說支持國家 打國家疫苗 惹你也傻啊 全部預備 下來登記 下來打就是外國疫苗 最新 就是這個輝瑞 輝瑞的抗疫藥物 被炒到一個驚人的價錢 所以呢 其實 由始至終 都是香港這一班 神智有問題的人 弱能的人 才會跟你說 說話愛國 實際上 內地人民 非常之清楚 這裡也想補充一點 內地現在 在這個時候通關 令到每一個就是內地人 成為了中共的幫兇 坦白說 假如你真的是陽性 其實你一定應該要等自己康復 才去外面 從來沒有人贊成過 說你病了的時候 到處去 是惹到其他人 這個是極度不負責任的行為 如果你是惡意這樣做 說真的 這個是更加邪惡的行為 所以這個就不是有秩序開放 中國大陸現在這樣的情況 疫情大爆發 中國政府突然之間宣佈開關 就算是一個 可能是等好 才想外出的內地人 基於這樣的政策之下 他也沒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中國大陸 就是想你這個時間 瘋狂出去外面 那些陽性的人 完全不會理會的 然後就是想買飛機票出來 導致 就是真的 不打算傳染給別人的人 都被迫著跟他在一起 這個怎麼會不是中共的政策一手促成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全世界對中國內地 的遊客要進行管制 其實 是等於要回應中國政府 一心要播獨的邪惡政策 內地的人也知道 內地的人有多少真的有足夠 的公民素質呢 如果你要全世界高高興興歡迎你 迎接你的話 就是要跟全世界有同一個標準的接軌 而這件事 中共 是刻意 將他 將這個統一的標準 刪除 使得他們內地人是沒有辦法 跟正常的世界 接軌 這個絕對是中共刻意造成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